我们开始吧 天文学讲了,我们回过来讲历史 这次开始讲的是中世纪 实际上,我之前讲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地域级级 比如说,最早讲的埃及,两个印度的历史 后来,整个希腊罗马我讲了21讲,内容讲的比较多 中世纪,首先我会介绍一下中世纪的概念 中世纪的概念是从欧洲出来的 同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别的地方也有 以前讲的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中世纪这些年里,一千多年里,地球上我们看 我们老自己显示,陆地上每个地方都有出现的文明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 所以我关于中世纪的历史,内容会非常多 我觉得我不可能像希腊罗马一样,这么仔细地去讲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的文明,我不可能这样去讲 我只可能比较概要的,全面的把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文明都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什么叫中世纪 中世纪这个词的起源是什么 这个起源就是指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 一般来说是指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 在欧洲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成为中世纪 谁第一个提出中世纪这个说法呢 是有一个叫比特拉克人 是早期的罗伊夫心的一个学者 是他最早的,你看他的生活的年份是1304年到1374年 他最早提出了黑暗时期 他说从罗马帝国灭亡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能够跟古希腊罗马比吗 希腊罗马那个时代,特别是希腊那个时代 有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各种各样的思想家 而这一千多年,欧洲没出过的什么家 跟希腊罗马时代比,会显得很黯淡 所以他提出了个黑暗时期 这样的话,一般来说把欧洲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把希腊罗马那个时期成为古代时期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成为中世纪 然后文艺复兴到现在,根本是近代和现代 就把欧洲分为这三个时期 如果你看历史长度的话 希腊罗马文明,我们怎么说呢 不像以前的麦西尼和克里特岛已经失落的文明 只是像希腊文明的开始 我先讲过以后,标志大家记得 希腊文明的开始是公元前七代七十六年第一建奥利品运动会 到罗马帝国灭亡是五世纪 这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也是一千多年之后 文艺复兴到现在有多少年呢 文艺复兴怎么算起 比如说从但丁位时代算起,1400年 假如1400年会标志到今天 600年了 现在已经是2012年,反正600年左右的时间 希腊罗马那个时代,我已经介绍过西方文明 中世纪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文明 中世纪呢,应该说相对于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 中间这里加一个中世纪 确实是看上去比较灰暗的一个时代 中世纪怎么算 比如说从410年,哥特人攻克罗马神这一年 像开始,有龙马就过还没有灭亡 或者是从486年,希腊罗马灭亡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这种历史时期,没必要已经去的某一年嘛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中世纪怎么结束呢 比如说以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作为标志来结束 比如说,首先大航海时代,标志也很模糊 谁一个开船出去了,很早就有人开船出去了 一切比较有名的标志性事件是 一次阿希尼迪亚时到达好望角度 到达非洲最南部的那个角度 或者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 这是大航海时代的标志 或者14世纪,但丁等人文主义学生开始文艺复兴 这两个是世界,但丁可以说是 我们现在一般把但丁练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人 以后,讲完封世纪,讲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时 我肯定但丁是第一个人 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把1600年作为一个标志 1600年甚至于可以说是人类文艺的一个转折点 他们有这样的认识 1600年以前的世界,各种文艺各种文艺 整个地上没有团结在一起,没有联结在一起 通过大航海文艺复兴,1600年以后就是联系在一起 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世界历史上 他就会1600年以前的世界和1600年以后的世界 并且着重于1600年以后的世界 中世纪的历史 我这次讲的,基本上把中世纪的历史分为四个主题来讲 基本上对应四个时代 首先是半战亭和日耳曼的时代 这是接着罗马迪摩变王以后 基本上时期是公元五世纪到九世纪的历史 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来讲 如果我从中到九世纪,没有重点,没有详细的 就是把中世纪、欧洲历史讲一遍 把每个国王的名字念一遍 有哪些国家打了什么胜仗,打了什么败仗 全都讲一遍,大家肯定很无聊 我大致分这四个了 基本上就是半战亭和日耳曼的时代 半战亭帝国的衰落和日耳曼法兰克人的国家 也不能说法兰克这个国家强盛 其实他并不怎么强盛,只是放在那边比较大 占一个主导地位 第二个时代是维京人的时代 维京人就是北欧,我们有个通所叫北欧海盗 那个时候在欧洲舞台战处的比较嫌疑的位置是维京人 主导了很多事情,公元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作用 然后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后来出现了一样 一开始叫做加罗里复兴 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一个小复兴 现在很多人都研究这个东西 欧洲其实不是文艺复兴才开始复兴的 从这个时候,他还开始离京复兴 我把它称为文艺复兴的前夜,大概十世纪半年 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和大河海时代的道路 大致分在这个世纪 我是以这三个时期来讲的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时期 虽然有说欧洲中世纪是黑暗时期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考虑 这个黑暗,跟我讲希腊历史的黑暗时期 还记得我讲过吗? 麦西尼文明明了吗? 后面的希腊文明还没有开始 中间有几百年的黑暗时代 这个黑暗时代是真的黑暗 什么叫黑暗呢?没有文字了 没有城市了,没有国家了 文明已经就是原始社会了 欧洲中世纪不是这样的 它这个黑暗只是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显得暗淡的 它相对于世界上别的地方来说 你看,首先它的文字没有失传吧 这个一千多年有详细的历史记载 没有任何问题 不像世界上有的地方 甚至于文明什么历史记载都没有了 它有一个历史学家 它的宗教也没有中断文化 一个教皇接着一个教皇 我们都可以精确地说 某一个教皇几几年做教皇门 没有中断文化 它里面这些国家 它有它自己的一套文化 它有它自己的法律 比如说欧洲中世纪有很重要的歧视精神 这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没有的 就是欧洲那个七世纪 然后欧洲它自己形成了它自己的一套文明的规则 它形成中世纪所谓的封建王朝一个规则 所以说它其实相对于希腊罗马来说它比较黑暗 如果你看当时这个世界 中世纪的世界 欧洲是中国 中世纪 法兰克人、封建王朝 这边是阿拉伯德文明 这边是波斯人有文明 但横上去比较的话 其实你并不能说欧洲文明比中国文明或者印度文明落后多少 不能这样说 有些方面可能比我还先进 但是比如说有一点是肯定的 特别是西欧普遍的文字水平就已经是 文盲的程度肯定比中国高很多 他们的国王一般都不识字 不像中国的那些皇帝都是有文化要爱 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是第二代那个时代 他们的国王一般都不识字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化比较落后 但是他也有他的特点 我已经讲了中世纪的那个歧视精神 形成了很多歧视的文化 歧视的文训 这个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没有这个歧视精神的说法的 反正他也有很多特点 当然了,古希腊罗马 特别是希腊文明 我讲过希腊文明最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在欧洲中世纪基本上是没有的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基本上是没有的 希腊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呀 记得我讲过吗 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 古希腊的这个东西到欧洲中世纪基本上是没有的 当然中世纪,特别是意大利地区有一些小的城邦国家 还保留了古希腊的一些民主的精神 这是欧洲中世纪 回过头来,我们把这个视野开阔出去 世界上别的地方这段时间才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中国 中国呢,春秋战国分裂 是分裂封建的时代 然后走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时代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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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它是分裂的,有公决搏决,每个人一块地 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样子 然后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时代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特点 很有意思的特点 从秦产法式遇到秦朝 中国出现了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的这个积权时代 中国是一个积权国家 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实际上还是实际上 不强调皇权要集中 皇权旁落这个国家就衰落了 就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利 这个观念完全不一样 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 中国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没有一个思想家 无论是宋朝的朱席,或者是明朝的王阳明 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要献起皇帝的权利 没有人敢说这么好 中国还有特点就是游牧和农更文明的持久对抗 但是世界上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厉害的 中国这个周期性,就是中国王朝有周期性 有北方的游牧民族跟中国的农克民族 持久的对抗形成中国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个时间可以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轻视往统一中国 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911年,新韩革命 这个时期有人把秦汉这种分法,你们仔细看看好 对中国历史的分法,这个分法是现在很多主流的学者用的 比如说,易中天用的也是一种分析方法 黄润宇用的也是一种分析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回想一下古外籍有点像 首先秦汉是第一帝国 你可以把它比作古外籍的王国时期 然后中天期是三国两级南北朝,是个分裂时期 然后唐宋是第二帝国 然后是元,又是中天期 然后明清是第三帝国 你别看好像唐宋恢复了秦汉的统一 但是其实唐宋是跟秦汉很不一样的国家 完全不一样的 明清跟唐宋也很不一样 虽然我们看上去好像体制上还是皇帝,科区考试,怎么怎么的 但其实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唐和宋也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非常明显 整个中国的官僚体系 汉朝是一个贵族官僚体系 唐朝和宋,唐是主要是一个士族官僚体系 这个以后大家可以讲什么叫士族 到宋以后开始,明清时期完全是从平民升起的科学 完全严格科学考试了 汉朝没有科学考试,唐朝以前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科学 唐朝的科学还不如宋讨的严格 到明清的时候,科学达到非常严格的成绩 中间加个元朝和两个中间旗 所以中国的历史,大者是四个历史 但是中国历史,大家已经看中国历史两千年了 这两千年是周期性 统一周期性分裂 别的文明没有这种,别的文明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游户和农戈文明的持久对抗 反正就是持久 对吧,经常是这样的 所以说中国也可以称之为一个中世纪 这个中世纪比欧洲还要长 可以称之整个中国的一个中世纪时期 别的地方,他也经历了一些类似的过程 我上次讲到孔雀王城和书院王 后来我又讲到希腊化时期,以及贵双帝国时期 贵双帝国结束了以后 印度本土出现了基督往常 到320年到50年 基督往常结束以后 印度就再也没有 一直到了摩尔帝国 一千多年,印度没有统一过 这一千多年印度居然没统一过 这个可以称为拉齐普特时期和伊斯坦教这个时期 可以称为印度的一个中世纪 它跟古代的印度不一样 孔雀王朝跟基督王朝 至少基督王朝是统一印度北方的 是个统一的大王朝 但是基督王朝灭亡以后 印度进入拉齐普特时期 一直到摩尔帝国之前 这个一千年,印度完全形成了很多小国 这种小国的结果,特别是拉齐普特时期有一个特点 就是印度本土的文化,本土的宗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印度本身的印度教,把佛教给延灭掉了 发明佛教的印度就没有佛教了 到拉齐普特时期 进入伊斯兰教时期,伊斯兰教是外来的 伊斯兰教又强于印度的本土宗教 不是宗教强的,而是伊斯兰教的政权强于印度本土的政权 所以始终从伊斯兰教从十一世纪以后 印度始终处于伊斯兰教压制本地印度教的状态 摩尔帝国是来自阿富汗的 摩尔皇帝也是新伊斯兰教的 摩尔帝国一直持续到1857年 实际上从17几年开始,摩尔帝国就简单分裂了 印度有很多诸侯,侠天子也有诸侯,侠持摩尔皇帝 一直到西方志明者来到印度 最后完全把印度占领 完全变成印度的政权 这时候,摩尔帝国加上英国人 才算精正地把印度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印度跟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你要跑到摩尔时代之前,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 他不认为印度是一个国家 他认为我是一个国家,隔壁是一个国家 那边也是一个国家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概念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千年在分裂 这一千年就没有统一 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士集 这个特别是阿拉伯文明,我会变成一个重点 中东地区 半战亭和波斯基战中东 这个又要没电 暂停一下,我就打个电视出来 这张表主要是中东地区的意思 首先,半战亭和波斯帝国基战中东 基战几百年,一较七世纪 阿拉伯人崛起,阿拉伯人把波斯给灭了 把半战亭打败了 阿拉伯人的帝国建立起乌马亚王朝 持续了大概一百多年 乌马亚王朝 阿拉伯帝国分裂了,形成一个新的王朝 叫阿巴斯王朝 阿拉伯帝国分了两个王朝 一个是乌马亚王朝,一个阿巴斯王朝 阿巴斯王朝后期,阿拉伯的中东地区又是分裂,内战等等等等 一直到蒙古西征 蒙古西征最后把阿拉伯帝国给灭了 最后把蒙古人打,最后一个阿拉伯的哈里巴斯杀掉 然后建立了蒙古地区 在蒙古人牺牲的时候,欧洲开始复兴了 本来都是亚洲打欧洲的 欧洲开始打亚洲了 出现了十四军争争 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挺悲惨 东边有蒙古人打争,西边有欧洲十几军打争 随着阿拉伯帝国冥王朝,波斯得到了恢复 波斯的文化都得了恢复 因为阿拉伯帝国时期,多次的文化是受到压制的 这些东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中国人普遍还是不太熟悉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蒙古人时期 蒙古人时期以后,融通成为蒙古时期的土耳其时期 土耳其时期,其实不是说我们今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土耳其 但之前就有塞尔铸,突厥人已经统治了整个中共地区 成为中共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 到后来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基本上又把整个中国给统治了 这个就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中世纪 它有个特点呢 比如说最发达的时期就是阿拉伯人的欧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 阿拉伯文化都非常发达 而且可以说,在科学领域里面 世界上只有阿拉伯人技巧的古希腊科学 确实这样说,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 阿拉伯人是最好的技巧的古希腊科学 甚至于阿拉伯人也对古希腊科学做了很多研究 也就是说,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研究的那些问题 很多阿拉伯学者也研究过了 但是很可惜,阿拉伯人最后没有跨出这一步 没有把真正能拿到希腊科学 它是让科学和希腊的民主发展出一个西欧的文明 就走到文明前面去了 但是阿拉伯人这段时间很可惜 虽然他们手里捆着大连希腊的书 最终没有转化为文明的动力 大家想想,整个中世纪这些年里面 实际上别的地方也进入文明 比如说美洲也进入文明 美洲我已经介绍过,还记得我最早讲的奥尔梅克 这是很早的,奥尔梅克文明是非常早的 可以跟世界上古代的,别的文明相披免的 但是奥尔梅克文明本身呢,现在是不是一个文明 以及它有什么情况呢,现在很多都是历史之明 说不清楚 只是我们已经考虑一下,发现在那个时代 奥尔梅克这块地方兴起了很多城邦 我们今天没找到他们有文字 只是觉得他们这些城市的建筑水平或者怎么样 看来是不是已经是文明了 然后就是很著名的玛雅文明 我们今天玛雅文明的分期 分为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 前古典时期,其实玛雅文明跟奥尔梅克文明是同一时期的 主要是玛雅文明的早期发展 其实真正的玛雅文明顶层时期是古典时期 也就是公元三百年到九百年 这几百年前,玛雅形成了很多大文明的 非常规范的一些城邦 玛雅没有统一过,都是很多城邦国家,像希腊人一样 这些城邦的历史,现在已经把这些历史都逐渐逐渐把这些历史给揭开了 玛雅文字内,也不是说全都破译 至少破译了一部分 每个城邦,玛雅人比较喜欢在自己的城市里面练历历史的纪念碑 通过这些纪念碑的研究 所以我们终于又把这个玛雅的很多城邦的历史有点恢复出来了 到公元九百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 所有的玛雅城邦,突然之间,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嘛 至少突然之间都衰亡了,没有了 这些城邦都隐没在原生森林里了 在优克塔半岛北部,原型玛雅文明的北面 出现了新玛雅城邦 这些新玛雅城邦是后五点时期 就是公元九百年到十六时期 新玛雅城邦跟玛雅文明的底层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没有强大的王权 我讲希腊文明的时候讲过的,玛雅文明跟希腊文明有点像 第二次兴起的,后来兴起的玛雅文明没有强大的王权 然后呢,他保留了以前玛雅的文字 但是他没有保留玛雅人经历史的那个习惯 所以后古典时期玛雅的历史 反而还步入这个时期的玛雅历史,对我们来说更清晰 反而有很多是传说武术 后古典时期就分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城邦 它分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那个城邦叫什么 我脑子现在不行 第二个城邦叫玛雅潘 那个名字比较好记 后来玛雅潘被内战毁掉 毁掉以后,玛雅人就分成十几个乱七八糟的城邦了 叫政治尸体 处于一个分裂的衰弱状态 西班牙人来到玛雅的时候 来到美洲的时候,玛雅已经是非常衰弱的状态 玛雅文明同时有个特奥提瓦坎文明 这个文明为什么称为特奥提瓦坎 特奥提瓦坎这个词本身 当时的人就不是这个词 跟玛雅文明同时,在墨西哥那个地方有一座乌城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跟玛雅文明是同一时期的 而且这座城市非常庞大 但是整个同一时期,这一地区没有别的城市 也就是它是固定的一个帝国的首都可能 关于这个文明,它也没有留下文字 也不知道它为什么 反正我以后可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可以去旅游的 今天去旅游,那个遗迹是非常辉煌的 有高速,有非常庞大的金字塔 那种城市建筑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后来当地的这些印第亚人 也不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东西 有人把它称为鬼城 有的人把它称为神圣之城 古代神仙流行的城市 但是我们现在考古认为这个城市跟玛雅文明是同时的情况 在这之后,有一个阿斯台克文明 就在墨西哥这个地方 阿斯台克文明就是最后美洲到来的什么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的时候 北美洲就是阿斯台克帝国,是个帝国,是个强大国家 印加帝国存在的时间是公元1200年,叫1572年 这个国家有诗纪为国王,也有它的历史 这个帝国是怎么建立的,有哪些历史史说的 今天是有历史史说的 当时是有人记载下来的 这个国家是没有文字的,印加帝国没有文字 印加帝国有另外一种积极的方法,叫劫守积极 印加皇帝发布命令的时候 就找到了,拿个绳子,结成很多劫 每个劫代表什么意思,交给这个人 拿着这串绳子,跑到那边去 把命令交给那个人 印加帝国 当然到1572年,印加帝国也被西班牙人组织 大河海时代,西班牙人来斗美洲,把美洲文明全都成为了 这是美洲文明 我这次讲的,还要讲很多世界上的别的地区 比如说,草原文明,主要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之类的 特别是蒙古帝国信息怎么建立的,怎么扩张的,最后怎么样的 这我肯定当成,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还要给大家讲,俄罗斯文明是怎么起源的 俄罗斯、草原亚,并不理得不及 还有一点,日本、朝鲜引起、东南亚国代的历史 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现在普遍 中国人普遍缺少对自己民国的了解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对越南和朝鲜的历史有所了解 反过来,你去看朝鲜、越南和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还是很了解的 他们教科书上,中国历史当成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学习 而我们呢,大多数人对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国代的 我们今天都在那里 可能听说过五哥窟 可能听说过五哥窟,一听过湖南网国 包括泰国、缅甸那些历史,我都会打击我 在这个讲座里,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太平洋诸岛国的历史 太平洋岛国上面都有文明 最有名的有个复活节岛 在南太平洋里面有个孤零年的复活节岛 这个岛上的人居然也发展出文资啊 发展出文明啊 然后夏威夷那个岛也比较厉害 夏威夷这个岛在西方文明接触以后 夏威夷这个岛迅速成立了自己的夏威夷王国 并且迅速地学会了西方文明 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夏威夷王国 当然最后这个王国,夏威夷人主动要求加入美国 最后夏威夷就变成美国一个中文 但是在这之前,夏威夷是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 而且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它是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嘛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意思,也有很多 撒哈拉以南黑非洲,也进入文明的也有很多国家 到最后很有名是什么朱鲁王国 以南非有朱鲁王国 还有大津巴木云王国 有很多国家,有很多事情可以讲 这样一来的好,我就给大家稍微笼统地介绍一下 整个我这个讲座要讲的东西 大家觉得是不是内幕太多了 基本上整个世界这个文明,我都要给大家讲一遍 这个比以前讲的要广泛得多了 其实通过这个讲座,我也想扯上这样的作法 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是一个丰富多彩 是由世界上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民族 各个不同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整个人类的各个不同的民族 各个不同的文化,对境的宗教下的文明 这个文明,组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文明 当然我们今天主的文明还是西方文明 这个肯定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我接下去就开始今天 今天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中世纪的事 按照我刚才说的欧洲中世纪 因为我之前,天秘学之前是讲的希腊罗马文明 我为了连续一下,我一定要从希腊罗马帝国的帅王 结束,开始继续讲这个理系 所以首先讲日耳曼人这个时代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是欧洲的地图 大家回忆一下,听过我以前的讲座也知道 法兰克人占据高度,也占据今天的法国 西科特人占领了西班牙 东科特人占领了意大利 刚才我们讲的,有一个民族叫阿瓦尔人 占领了整个东欧,东欧地区被阿瓦尔人占领了 东科特人,西科特人,法兰克人 虽然是宇航族,但是他们是农业民族 不是种田的 阿瓦尔人是游牧民族 是其他老背上的 最后讲罗马帝国律师,讲到最后 东罗马帝国有个查士蒂尼大帝 进行了一场复兴 重新收复了非洲,收复了西班牙的一部分 收复了意大利 让东罗马帝国领土又扩张出去了 好像又恢复了一个地中派一圈的罗马帝国的样子 查士蒂尼大帝一死 查士蒂尼大帝生前的那两个名将 一个叫贝利撒尼,一个叫纳尔西斯 两位著名的将领都被查士蒂尼死得到 最后查士蒂尼也死了 查士蒂尼一死是东罗马帝国,迅速衰弱 好不容易用了三十年时间把意大利给恢复出来 结果伦巴迪若欠意大利,东罗马帝国又失去了意大利 给大家介绍 查士蒂尼大帝死后,虽然庞大的领土得到了恢复 但是东罗马帝国是内外招惠的 主要是它外部有哪些地方 首先是阿华尔,是草弓的一个民族 他们不断突破多瑙和入侵巴尔干 波斯帝国也长期属于罗马帝国 罗马正在争战两河于西利亚甚至埃及 伦巴帝国大量进入恢复 这就是整个东罗马帝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另外一个内部的一个著名的困境 是当时发生的巨大瘟疫 这种威力造成巴尔干地区十世九空 巴尔干地区都变成荒芜人烟了 巴尔干地区的荒芜人烟造成了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 斯拉夫人也是来种田的 因为这都没人了嘛,没人注定了 斯拉夫人就来进入 本来巴尔干还今天呢 斯拉夫人,罗马尼亚这些地方 不是希腊话,就是拉丁话的 保加利亚这些地方 但是你看现在都是说的斯拉夫人 不是说的希腊文那些地方 为什么呢?当地原来的希腊人,罗马人哪里一圈呢? 都等我一死了 这地方就消停了,没有空下来 查什丁尼大帝是谁继承查什丁尼大帝的皇位呢? 是查什丁二世的这个人 他是查什丁尼大帝的外甥 当时意大利出现了困境 他一继位以后,伦巴底人进入意大利 作为东罗马帝国,他是保卫罗马们 他居然守不住罗马 他几乎无力维持着意大利的统集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当时这个局面 又发生了独私战争,阿瓦拉尔战争 查什丁尼大帝一死,东罗马帝国就是内奎买脚 给大家看这个地图 这段地图是小的 以前讲罗马帝国的时候,给大家看过 黄爷子的部分,也就是罗马帝国曾经的领土 在东罗马查什丁尼大帝时期 基本上把地中派一圈的罗马帝国给恢复了 东罗马本土是希腊阿尔干地区 对吧,就没问题了 这里是沙拉西亚,今天土耳其 这里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 整个北部非洲,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统治下 西班牙的一块地方 西班牙也不是被西哥曾经占领了吗 但是查什丁尼大帝又把西班牙的 特别是芝罗特海峡,是作为战略要地 恢复到半战争帝国统治之下 然后还有整个意大利 看这张地图会注意一个现象 就是地中海是谁控制的 半战争帝国的主要民族是什么 半战争帝国虽然叫做东罗马帝国 它的主要人口,主要民族是希腊人 也就是过去的希腊人 你看,它始终是地中海上海洋的控制者 也就是我们看半战争帝国这个历史 你们会发现,一直到阿拉伯人兴起以前 甚至阿拉伯人兴起以后 地中海上仍然是半战争帝国的世界 也就是希腊人继续保持他们海军的传统 地中海上那些岛,那些蛮族就是拿不掉 都在我半战争帝国的手里 哪怕是柯西炸党,马拉塔党,希腊的一岛 全都在半战争帝国,一直在半战争帝国手里 这个红颜色的就是茶石精灵的地图 后面讲这个半战争帝国摔了 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 这些红颜色的领土怎么一块一块都没的 都被别人拿走了 稍微介绍,我不想像讲罗马帝国历史 把你各个黄金都列一句来说,这不太可能 但是稍微会介绍一下 茶石精二十世死了以后,提比利二十世纪委 这个他们又恢复了罗马过去良好的一个传统 都不是老子死的二十世纪委 提比利二十世是一个大将 就是一个人才,茶石精二十世是把王威让给他的 也没有发生什么军事政变,就是人家让钱 提比利二十世死了以后,莫里斯 莫里斯是提比利二十女婿 莫里斯这个人在位期间 所以他是五八二年到六年来讲,在位二十年始终 我介绍一下,他跟波斯国王库斯道二十这个关系 怎么回事呢 波斯跟罗马,多罗马运 波斯在哪里知道吗 大家看这个地图应该 罗马帝国在这里,波斯人在这里 这里是两河六域 两河六域始终是波斯和罗马帝国打了几百年了 为了强制两河六域 这个其实对古代的两河六域文明 最终造成古代的两河六域文明彻底消失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个原因之一 本来因为这个是文明的中心 现在变成两大帝国的边界线了 战场了变成 当地的那些原先还会七夕文字的那些人 在这种战乱状况彻底是会消失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认识古代的文明 从苏维尔人开始的那种七夕文字 再也没有人认识 当时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国王哭死了二十年 他前任国王死了 他继位以后,他大事发生叛律 叛律以后把他推翻了 他逃到莫里斯这里 他逃到莫里斯这里 莫里斯当时就想,我跟波斯打了四五多年 我说,波斯逃到我这里 于是莫里斯就用罗马的军队帮助库斯老二十复位 帮助他复位 也就是说,这时候莫里斯非常高荣 罗马从来没出现过 跟波斯打了这么多年,这么高荣 罗马的军队一直开发到护送库斯老二十 护送到波斯的首都 当时波斯的首都是在两河流云的城市 就是说,到他复位 罗马当时莫里斯打到中午皇帝 打到他人生的巅峰 然后这时发生了阿瓦尔战争 阿瓦尔人从北方游泳草面 一直打,打得罗马帝国手都手不住 莫里斯这个人又想御驾竞争 冲到前面又不敢打,又逃不回来 阿瓦尔战争是失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斯失去了军队的营幕 又出现了罗马帝国经常发射的营幕 军队的指挥长官,把莫里斯给杀了 有个叫费卡斯的人篡权,杀了莫里斯自立 这是602年 他篡权以后,他在位八年 当他把莫里斯杀掉以后 那边的波斯国库斯老二世听说这个事情 我是莫里斯帮我恢复波斯王位的 罗马帝国也发生这个事情 你的手下的将领把你给杀了 于是他就以替莫里斯付出为名,打出兵,禁国公罗马 占领了叙利亚、埃及的问题 也就是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波斯帝国军队来了 叙利亚把埃及都占领了 波斯人占领埃及 这是自打西波战争结束以来 已经是过去了四季几年西波战争结束 现在是公元后六季几年了 一千年来,波斯人终于又把埃及给占领了 所以当时库斯老二世 他的想法,他就要恢复像古代巨武士大帝 他认为,以前波斯帝国的疆域吧 埃及、叙利亚、埃及,应该全都是大人波斯帝国领处 所以他当时,他以恢复 他以帮助洛里斯、皇帝复仇为名 当时东罗马帝国已经乱了 所以也没人抵抗他 他就把埃及、叙利亚全都占领了 这个时候,费卡斯这个人确实也不得人心 于是,非洲的将军叫希拉克勒率兵推翻这一块 但是罗马帝国还有非洲这一块 欧洲这一块,军阀把皇帝给推翻乱了 亚洲这一块,也被波斯人占领了 罗马帝国还有非洲这一块 后来东罗马帝国就有热情 东面不亮西边两国,欧洲乱了还有亚洲 亚洲乱了还有非洲 这时候,欧洲都乱了,还有非洲这一块 于是,非洲的将军叫希拉克勒率兵 不免610年帅兵回到军事他里面 打在费卡斯里推翻 也就是说,要替莫里斯抹兵 于是,自然而然,希拉克勒就坐上皇帝了 希拉克勒坐上皇帝以后 就跟库斯拉二世说 你不能替莫里斯复仇吗 现在费卡斯已经对我傻掉了 莫里斯复仇已经复掉了 请你不是退兵吗 你应该退兵吗 库斯拉二世一想 我好不容易把埃及虚弹都占领了 你让我退兵 不打赢 不光不退兵,我还要继续进兵 结果波斯军队一直来到这个 那个时候叫兴隆网,军事坦丁网 基本上把亚洲的全部占领了 面对这种情况,一边是莫里斯怎么死啊 是阿奥尔认真实力的 阿奥尔军队基本上把巴尔干地区全部搞定了 波斯军队也打到军事坦丁网丞下了 当时这个形势已经到希腊克略 一个人带着一支非洲军团驻达在这个军事坦丁网里 这个非洲应该不是黑人非洲 也是希腊人的非洲 希腊克略在位的年间在世 公元610年到640年,推翻费卡斯,成为新的王国 这就是军事坦丁网这座城市的地图 这边是波斯布鲁斯海岸,这边是地中海,这上面是黑海 它就额首在地中海和黑海之间 这边是欧洲,这边是亚洲 军事坦丁网这个城市有什么特点 它是三角形的城市 它这里有一道城墙,三面都是尾海的 也就是说,要攻占军事坦丁网这城市 它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有海军 如果你海军不强,那你只能站在这个地方 不断攻占这个城墙 而且里面的人可以从海上粮食,军队都可以运来运气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是阿瓦尔人一直打到城墙门下来 波斯人一直把亚洲的城墙占领,就准备渡海来打军事坦丁网 希腊克一个将军,一个人守在这个固城里面 但是不要忘记,大家的帝国有海军 所以他这个军事坦丁网这城市,他就一直能守住 然后他就在这个城墙之下,打败了阿瓦尔人 阿瓦尔人是游戏民 修路人竟然抢完了,抢金银财宝嘛 抢完没抢到,被打败了,打败了就撤走了 然后他再率军回来,打对面的波斯人 希腊克的这个皇帝,其实当时你看,龙马帝国已经要灭亡了 就剩下一个军事坦丁网,一座城市了 两个敌人这样夹击他 希腊克在这一年,又打败了阿瓦尔人 在军事坦丁网城下,打败了阿瓦尔人,波斯人 同时他又写信给西图诀可派 大家看,为什么他写信给西图诀可派 波斯人在这里,在那边有个国家当时的一个经济教 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图诀,后来被唐长给灭了 他派人写信给西图诀,让西图诀从后面打波斯 带了很多精英才能给西图诀可派 西图诀可派已经好过,就从后面打波斯 结果波斯军队就说,西图诀从后面打波斯 波斯军队就在这里守不住了嘛 于是波斯战争,希腊克人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你看这个库子的二字,好不能打到军事党的一宝丝像 又被打回去了,打回去以后,他就被自己在这里杀了 然后波斯帝国就出现内外了 希腊克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率军突飞猛舰 把埃兹亚,叙利亚,全部都收复了 一下子把罗马帝国又恢复出来了 这边打败了阿瓦尔人,那边打败了波斯人 但是他收复这些亚洲新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有点问题,教会的财产 教会财产怎么回事 罗马帝国已经是天主教了,这没有问题 波斯人占领叙利亚,占领埃及的时候呢 波斯人不信天主教,波斯人信拜祖教 把那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土地全都给 要么烧掉,要么抢掉了 所以当希腊克人把这些地方全都恢复了以后呢 那些大主教全都找到他 你是天主教的救星,帮我们恢复教会吧 那么教会的财产怎么办呢 希腊克人说,我帮你们把财产全部赔偿给你们 我国家赔偿给你们 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不要忘记,叙利亚埃及政大和武军都说少教会 这么多财产希腊克人有啊 没有啊,没有怎么办 收税啊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是恨透了希腊克人 又恨透了那些基督教的主教 明白这意思吧 当时他甚至于遇到那种严厉考大 农民有没有钱 反正这种各种各样恶心的事情 大家都想得出来 其实为了满足那些教会大主教的那些需要 这时候阿拉伯人出现了 阿拉伯帝国兴起的历史,我以后会详细讲的 但是这时候,沙漠里面出现了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跟波斯人也打了一仗 跟班戴廷也打了一仗 最后就那么几年时间 阿拉伯人在公元611年把波斯帝国给灭了 这么庞大的波斯帝国就被阿拉伯人给灭了 灭了以后,阿拉伯人开始进攻叙利亚巴勒斯坦 在639年把叙利亚群都占领了 当时这个形势非常危机 就是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权 被阿拉伯人给灭了 东罗马的非洲领土 用了N年时间,到1968年为止 东罗马帝国在非洲的领土全都被阿拉伯人给抢去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希腊克里好不容易,这都是希腊克里的灾位时间 好不容易他从非洲出来 把亚洲、西利亚、埃及的汇布人 突然之间这些地方就全都被阿拉伯人给占领了 罗马帝国当然是大起大落 希腊克里的人生啊 这个皇帝,你们体会一下这个皇帝当年 从非洲出来,推翻费雅斯 在军事的领导城下,打了这么漂亮一仗 把阿拉伯人也打扮了,把波斯人打扮了 向东进发,把波斯人占领的领土全部收复了 好不容易回到军事坦丁导做他的太平皇帝 突然那边来那个阿拉伯人,把他的叙利亚把埃及全部占领了 而且从此以后是永久地占领了 现在的埃及是伊斯兰地区了 不再属于,跟西方没关系了 甚至于非洲连军,连加太基都被阿拉伯人给占领了 阿拉伯人占领加太基以后,把加太基一半口烧掉 重新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叫图尼斯 阿拉伯人最后把西哥特王国给灭了 阿拉伯人一直进入西班牙,把西班牙给占领了 把西哥特王国都给灭了 当时阿拉伯人形成一种像风一样吹过来 根本抵挡不住了 而且阿拉伯人三次围攻军事坦丁导 第一次是669年的阿拉伯军队,沙漠里 阿拉伯军队,这个军队的死才过去几十年 阿拉伯沙漠里的军队居然已经出现在军事坦丁导成像 当然了,只要拜拜基地国,只要有海军 就能锁住军事坦丁导成 三次打争,第一次是669年 第二次是674年到680年,阿拉伯人包围军事坦丁导成像 最后还是被军事坦丁导成像 第三次是717年,这次很有名 阿拉伯人算了2500余艘军舰 阿拉伯人也要有军阶 没有军舰,半战基地国就去海军立下 他用这么多军舰去,围攻军舰的地方 最后2500余艘军舰的几乎武术军舰回到哈利法兰去了 这是因为所谓在半战基地国海上保卫战争中有个绝命 叫做希腊活 希腊活就是2500余艘军舰,剩下武术军舰回去报告哈利法 我们怎么打牌呢,我们一跟半战基地国打牌 他们的船上会碰火的 什么是希腊活呢 这是一幅图,中世纪的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半战基的船,这边是阿拉伯的船 你就看半战基船上人拿着管子上面碰火 希腊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很多人研究希腊活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怎么样有这种威力 而且不光这个跟阿拉伯地国围攻的 后来很多战役都半战基地国 别人就打到军事战争堡城下 别人的军力打到军事战争堡城下的时候 半战基地国拿出个希腊活,一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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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保卫住了他的军事战争堡 不光这三次阿拉伯人围攻军事战争堡 之后也发生了很多次这种事情 他是一位叙利亚人,叫加利米克斯法里 加利米克斯是个叙利亚的希腊人 然后那个训练的希腊人都给阿拉伯人占领了 很多人就逃弹 因为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人 逃到军事战争堡 这个人本身是个化学家 本身就研究这种消失啊,火药啊 不叫火药,我们中国的火药 他本身就研究这些东西 到了半战基以后,他们跟半战基皇帝说 我发明那种东西,可以喷口 这个半战基皇帝就让他再给你做 据现在研究,这个希腊火好像是要实用一样 反正这个成分我们往上去查 现在有很多研究的 但是能不能100%复联出当年希腊火 是什么样的一种武器 现在确实是没办法辜负 也不太可能恢复 而且长期半战基皇保密 这个东西是最后保密的东西 他绝对不能让阿拉伯人知道希腊火怎么做了 每次打仗的时候,我们现在从这种图啊 或者从当时历史的自己来看 奔禅基帝要有希腊火,就出来几艘小船 想让他有铜管子,铜管子对着你拼火 阿拉伯人的船就烧起来了 几千艘船就要烧掉了 反正就是传说中的希腊火 这个东西后来等于是失传了 现在希腊火到底什么东西还是合理研究 这个东西据说只能拥有海战 陆地上没听说过有希腊火打仗 第二点,据说只能在狭角的海湾里面打保卫战 没听说过半战的帝国拿着希腊火到远方去远征别人 都是在军西党的帝国城下 希腊火自救用的 希腊火 转眼之间,这个半战的帝国就出来了 巴尔干半岛兴起了一个保加利亚第一帝国 这个以后再详细讲 保加利亚人进入巴尔干半岛 这个本身都是罗马平的灵统嘛 巴尔干半岛出现斯拉夫化这个情况 我们今天巴尔干半岛,无论是保加利亚人还是失业人 南斯拉夫那块钱,其实都是里面上的都是斯拉夫那块人 整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南部的希腊里面,别的地方都是斯拉夫化 到700年左右,东罗马帝国仅剩下欧洲和小阿西亚流程 仅剩下多少流程呢,给大家看一看 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 仅剩下希腊这块地方,还有小阿西亚这块地方 亚洲、非洲都被阿拉伯人给打了 意大利被人罢敌人 意大利我后面会详细讲,被人罢敌人给打造了 这就是大致介绍一下半战亭帝国的宣传 到700年以后,出现一个破坏圣像运动 破坏圣像运动怎么回事呢 像中国的蒙花大革命一样的 随着半战亭帝国在亚洲、非洲的领土都被阿拉伯人拿去以后 半战亭帝国本身当时出现一个皇帝叫利耀三世 他对宗教其实没什么兴趣的 他上台以后面临一个问题 阿拉伯人经过军队不足,而是有很多宗教僧侣 他想没出那些宗教僧侣的土地财产 现在研究下来是这样认为的,大家都没有一个借口 于是他就搞出一个破坏圣像运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去教堂看 教堂里面有个耶稣像 都有耶稣像,圣马利亚的像都会有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仔细研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 有这样的问题 当初摩西就是反对无效作用 神只有一个 但是圣像有一句话 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成人 看来上帝就是人这个样子 但是你在教堂里面放一个耶稣的雕像 放一个圣马利亚这样的形象 有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这个就叫做圣像 当时兴起一种运动,破坏圣像 圣像是不对的 特别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当然伊斯兰教不是很强大吗 伊斯兰教里面就没有任何形象的 你看哪个清智寺院挂一个末罕默德像 有吗 不可以的 这都是偶像 你画一个什么像挂在那边,让大家崇拜 就不对了 所以伊斯兰教要严格的破坏那些偶像 这样的话,伊斯兰教兴起以后 原先余利亚,埃及的大量是古代的雕塑品 比如说我长得很漂亮 你要给我做一个雕塑放在那边 不行的,这样的 这是违反希腊教地的偶像崇拜 这种想法的图示也传道成希腊是伴侠庭经过什么 与其当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的破坏圣传运动 破坏圣传运动就是不许有这种耶稣之中的 当时伴侠庭皇帝利用这个办法 迫害了很多当时的宗教人士 没收了很多宗教财产 因为他没办法 他当时的一个严峻的属性就是要怎么跟阿拉伯人打仗 这是他的一个实际的属性 但是破坏圣像也好,保护圣像也好 形成两种人 一种人认为圣像是神圣的 耶稣的像你怎么可以把他砸掉呢 我不要命,我舍身取义 为了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要保护耶稣的神圣 另外一帮人认为耶稣神圣 你怎么可以把耶稣叼成一个像的 一定要把耶稣砸掉 一时间判断,咋咋咋咋咋 在整个白脸的属性形成一百年左右的破坏圣像 罗马教皇当时是对这个破坏圣像运动是什么一个态度呢 罗马教皇完全反对破坏圣像运动 大家看,不要忘记罗马教皇当时在哪里 在罗马城,在意大利 理论上意大利,罗马城还是属于半战帝帝国的领土 但是半战帝国皇帝也居然管不了罗马城的罗马教皇 半战帝国皇帝在那边搞破坏圣像运动 罗马教皇在那边反对破坏圣像运动 这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东方西方的这个教会的彻底分裂 这个也不听罗马教皇的,罗马教皇也不听他的 明白这意思吧 来介绍当时意大利的情况 东罗马几乎无力维持意大利的统治 查斯丁尼大帝一死,伦霸几国王阿尔伯英率军进入意大利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阿尔伯英的王后叫罗查门德 阿尔伯英本身在匈牙利河打了原先的部落 把那个部落国家给灭了 灭了后他们的蛮族有这个习惯的 就是把家国王给杀了,把家公主取得要好 所以公主嫁给阿尔伯英以后,始终心怀疑,痛恨 始终找机会要把杀父之宠啊 大家知道陈尼斯汗的两个妃子就顾身上了 陈尼斯汗也是把一个部落给灭了 灭了后把部落可汗的两个最漂亮的女儿 取回来做他的妃子 但是没发生这个事情 这两个妃子好像对陈尼斯汗好得不得了 但是罗查门德这个女人,她痛恨这个阿尔伯英 最后阿尔伯英虽然率军进入意大利 半战廷帝国根本守护着意大利了 但是这个王后把阿尔伯英给侧杀了 侧杀以后,他们都把伦霸底国王给侧杀了 他是逃到半战廷去了 半战廷国王,你那个国王来打我 把我意大利给侧杀了,那王辉逃到我这里来了 所以伦霸底就发生那个了 半战廷帝的帝国始终也没办法把伦霸底能赶出那个意大利 伦霸底始终没有全部占领意大利 当时整个意大利的形状是非常滑稽的情况 大家看意大利地图,看意大利地图当局 红颜色的地方,就是东罗马帝国还能控制领土 首先有一点,因为半战廷帝国是海军墙的 所以沿海地区,基本上还是处于东罗马帝国控制项 但是内陆地区,灰色的地方,全都被伦霸底国占领了 他当时形成非常古怪的 这个土地也不连续,也不明白这一次吧 而且伦霸底下是农业美图上的,来种田的 他跑到那边,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 把你原先人赶走,他自己在那里种田,你又赶不走他 所以就形成一个乱七八糟,意大利形成乱七八糟的这个局面 然后呢,还主要分三大块 比如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基本上是在东罗马帝国的牢牢控制 还有科西加岛和萨丁岛,你看罗马帝国控制的是海洋 然后这里形成一个地方叫维尼斯 维尼斯这个名字从历史上出现了 维尼斯是这里的一个小岛 因为它是个岛,所以每次满足的这个路径都影响不到它 结果它就变成这个地方的首府了 然后呢,东罗马帝国,理论上讲这里有个维尼斯 或者叫一个行政区 然后呢,这里有个拉多纳行政区 然后这里有个罗马的行政区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东罗马帝国是无法控制这些地区 维尼斯基本上就独立了 理论上讲,维尼斯始终是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 或者一个省,或者怎么样 但是,维尼斯自己选择选取自己的领导人 拉多纳这个地方,本来每年东罗马皇帝往拉多纳 毕竟每年,要派太守,相当于总图 这个总图名音上是毁了整个意大利的 东罗马皇帝还认为整个意大利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但这个人走到那边,结果不是发生生产破坏运动了 当地的意大利人民反对东罗马的生产破坏 就把那个总图给杀了 给杀了以后,东罗马帝国又派军队来 派军队来的当地的东罗马军 你说他那边达了,不然他来不及 他管得到这个意大利嘛 叙利亚、埃及都没人给拿走了 非洲也没了,他还是管意大利 最后当地的这个人,就说 东罗马派一个总图来啊 派一个总图来就派一个总图来,就在这里就起了 我们养着他 派了一个没有任何,只有象征意义的总图来到拉多纳做意大利总图 还有这边的罗马,罗马神在这里 东罗马帝国也管不了罗马 罗马神这国谁管得到,谁能管事呢 罗马教皇了嘛,就剩下罗马教皇了 所以当时意大利就这样撕成你 破坏圣详明的时候,罗马教皇虽然反对东罗马帝国,破坏圣详明 但是这个时候,维尼斯也好,拉多纳也好 罗马神的人也好,始终不敢说我们脱离东罗马 不敢说这句话 他们始终还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要再过两百年以后,等到后面的查尼曼大帝兴起以后 终于罗马教皇敢说出这句话 我这个罗马,意大利不再跟你多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了 不跟你多罗马帝国了 今天基本上讲到这里吧 罗马教皇为了保卫罗马的努力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罗马帝国不断入侵意大利 这个领土是战而乱七八糟的 然后不断在边境上会发生冲突 罗马,意大利人经常写信给东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入侵,你赶快派兵来救我们 东罗马帝国就救不了他们 以至于最后,东罗马帝国顺取写信给他 写信给罗马教皇说,我们不救你 但是你别忘记,北面有个法兰克王 法兰克王国是姓天主教的 罗马教皇可以叫法兰克王国来救你 于是,后面发生了数多次请求法兰克人出国意大利 于是就反复发生了,来自高楼的法国 法兰克军队进入意大利来救罗马教皇 发生过好几次 法兰克人打冬巴底人来救这个教皇 于是慢慢慢慢变成什么呢 真正罗马教皇的依靠是法兰克人,而不是东罗马帝国 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时代 罗马城,罗马这块地方的人还不敢说自己是脱离中罗马帝国 还不敢说这句话 我们今天香港人绝对不敢说,我是独立女人 他还不敢说 今天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一块 最后出现了伊林女皇这个故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伊林女皇这个时代彻底保住了罗马城脱离东罗马帝国 这怎么回事呢 伊林女皇是个美女的,雅典的伊林娜 嫁给了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斯史 利奥斯怎么会看上雅典的伊林娜这个美女的选秀呢 你看到希腊这个时代 你放在古希腊那个时代 你能想到皇帝去,一个统治者到明天去选卑一帝 这就是东方国家的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半战经济国已经沦为一个东方国家的身下了 这个利奥斯史看中了伊林娶她为皇后 皇后以后,生下的儿子军西坦丁六世 然后利奥斯史后来就死了 死了以后,这个儿子还小,77年出生了 于是,军西坦丁六世和伊林女皇 伊林女皇就变成,像我们中国的慈禧台花 摄政女皇了 当时的名字呢就是说,军西坦丁六世和伊林女皇的签名的话 签军西坦丁皇帝和伊林女皇下命令 但是后来,他是77年到790年 这个儿子长大了,越来越长大20岁了 想掌握权力了 这个伊林女皇就不愿意放弃权力 最后把他儿子给废了 就像我们武则天一样,把儿子给废了 自己做皇帝,变成单独的一个女皇 然后,到797年,他儿子始终想办法 跟一些大神商量,怎么推翻这个老马 我来做皇帝 最后797年,伊林女皇挖去了他儿子的双眼 做出了这个一件事情 据说,这件事情你做出来 整个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一片哗然 女皇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把自己亲生儿子的眼睛给挖了 为了保住你这个皇位 据说,当时有15天时间,太阳都不出来 不是不出来,太阳光头很暗淡 反正是史上这么说 那个罗马教皇听说这件事情 彻底脱离东罗马帝 东罗马这个皇帝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彻底东,跟你脱离 并且邀请法兰克国王查理曼进入罗马山 然后,在8000年,罗马教皇封查理曼为希罗马皇帝 明白这个意思吗 罗马教皇把一顶皇帝带在查理曼头上 希罗马帝国已经灭亡 486年希罗马帝国灭亡了 到这些已经过了三百多年了 终于在罗马帝国的呼声当中 拥有了一个新的希罗马皇帝 就是查理曼大帝 结果两年以后,伊林女皇太不得人心了 结果终于被推翻了 被推翻以后,伊林女皇就被流行到了 莱斯布斯岛,我录下一个来的 莱斯布斯岛,863年4月 莱斯布斯岛,今天我讲过莱斯布斯岛什么岛 到底有什么著名的故事吗 莱斯布斯岛上面有个名人 就是希腊的女士人的萨弗 莱斯布斯这个词,就是西方的同性恋的意思 据说,萨弗在这个岛上跟很多女孩子同天恋 今天我讲过这个事情 今天讲到这里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 你看,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怎么会进入王法这些事情 下次讲法兰克王国的事情